上一讲我们把夜里轮回讲完了 其实佛教的创始说 它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但是以夜里为创世纪的一种原动力 实际它很早就蕴含在 当时印度的这种宗教思想里 很多人对夜里轮回这件事情 都有自己的疑问 就是包括有很多人曾经问过 为什么现在 好人没有好报 为什么 坏人反而显得有好报 其实这个问题是对夜里的理解问题 千年以来 所有的高僧对夜里这个问题 他们不敢讲 或者说他们不能讲 在这里我给大家稍微引申一下 实际佛祖对夜里是有两类定义的 他们一类叫共业 是众生共同修行和创造共存的这个世界 还有一类叫不共业 什么叫不共业呢 就是有情 就是人个体 他的特殊的生活环境的修行 实际佛教本身是一个革命性的宗教 他提倡的是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更好的话 我们就要修行共业 但是因为修行共业这个概念过于革命了 所以说千年以来的高僧 跟大家讲的就是修行自己 修行个人 修行不共业 恰恰是因为你修行个人 你忍辱 你精进 但是别人不忍 等于共业这个东西 大家一直就不讲 实际现在我们要谈 真正的佛教是要谈去修行共业 关于你一个不共业 你无论怎么修行 你都改变不了你存在的这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好人却得不了好报 因为好人你修行的 只是你自己的这个业 不共业 但是你没有去修行共业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修行 佛陀传教最初的对象 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最传教的两类人 是商人和王族 他给商人和王族 讲业力轮回这个概念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历来不相信报应的 只有两种 一种是拥有权力 一种是拥有财富 就是有权力的人和有财富的人 他们都不相信报应 所以佛陀最初传教的对象 就是长者和王族 就是他希望他们能相信报应这件事情 如果他们不能相信 他们不修自己的业 那只有剩下所有的人 去修贡业 去消灭他们 这才是佛真正谈业力的精神 这里头佛曾经说过 遇到邪魔外道要怎么做呢 要做金刚狮子吼 他实际就是鼓励弟子 你们不光要修行自己 你们还要修行大家共同的世界 遇到邪恶 大家要站出来 做金刚狮子吼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讲到金刚狮子吼了 就给大家随便讲一个小小故事 这个金刚狮子吼呢 大部分人以为都是是用嘴喊的 其实他不是的 是说佛祖出去画园的路上呢 曾经碰见反佛的提波达多 把一堆大象给灌醉了 然后就过来想把佛祖给踩死 这时候佛祖就伸开手 他五个指头就画成了五座狮子 做金刚狮子吼 于是百兽皆惊 大象就被吓趴下了 这就是金刚狮子吼的来历 就是金刚狮子吼实际是手指头 他不是喊出来的 这个就讲到这儿吧 就是说关于夜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理解 共夜与不共夜之间的这种区别 讲完苦地和极地之后 因为夜里轮回这也是极地的 讲完苦地和极地之后 我们就要给大家讲 佛教的初世间的最高理想 就是灭地 什么是灭地呢 就是涅槃 涅槃它也是个繁文的音译 就是意作灭度或者元祭 关于涅槃这个词怎么理解呢 我们汉语给它翻译作 叫熄灭一切烦恼 在杂阿含经的第十八卷里头 关于涅槃 它是有一组定义的 这组定义叫什么呢 叫贪欲涌进 称慧涌进 愚痴涌进 一切烦恼涌进 一切烦恼涌进 就是涅槃 但是从本质上讲 因为它还有一个意义 叫元祭 就从本质上讲 它是一种身灰致灭的过程 就是它是一种死亡的状态 但是佛教在涅槃上 是坚决反对 把涅槃理解为死亡的 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按照教义 就是我们讲过十二因缘 死与生是联系起来的 死亡不过是友情 通过一个轮回 连接到另一个轮回 接位的变化 而涅槃的根本特点 是要超越生死轮回 所以涅槃 它只有否定的意义 就是说它没有意义 它只有否定的意义 关于它的性质 它的自身 除了寂静这种规定性之外 别无内容 就是它除了寂静 不能做任何解释 佛经里也没做任何解释 只谈到一切烦恼涌进 所以关于涅槃 你也只能自己去理解 在这里我们稍微中断一下 说一下为什么印度哲学 和中国哲学的追求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不同 所以他们的终极追求不同 印度人觉得人生终极的追求 是一个一切烦恼涌进的安静 但中国对安静这种事情 从来不太感冒 中国人相对的还是喜欢热闹一些 而且也不是对说 我人生最后就追求一个 一切烦恼涌进的安静 这个不吸引中国读书人 因为这个实际就是我们中国春秋的时候 道家的物我两望 所谓物我两望 就是涅槃 印度的禅定 是通过思索去追求安定 而道家追求的是坐着就不思索 道家追求的是什么呢 坐望坐着就望了 真正中国读书人的终极追求是什么呢 不是安静 是庄子说的叫逍遥 就中国读书人更喜欢那种状态 而还不是快乐和热闹 他这个词定义很有意思 叫逍遥 大家也只能自己理解逍遥一下这个词 关于涅槃之后是什么呢 它是分两个阶段的 原始佛教的时候呢 涅槃就是一切烦恼涌进 只否定 没有任何规定性 但是到了原始佛教的第二个阶段 叫不派佛教的时候 就出现了西方极乐佛国这么一个概念 所谓西方极乐佛国呢 它是大成宗的弥勒信仰 从早期的佛教教义来看 天国这种东西是压根不存在的 它不过是人世间的另一种形式 我们说 我们可以甚至不客气的说 佛教在当时 不光是在当时 即使今天 它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宗教 在它的时代 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它早期的教义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讲 就叫三彻底 什么叫三彻底啊 早期佛教的教义 叫彻底的无神论 彻底的运动论 彻底的因果论 它彻底否定神 它彻底的认为 这个全世界都是运动的 它彻底的认为 全世界所有的事情 无论是我还是法 都捆在因果的链条上 东方和西方的文明 在古代有没有交流 这个我们现在 无从有准确的史料去考证它 但是它们在哲学方面 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涅槃的规定性是什么呢 是寂静 而寂静跟希腊的神话里的神灵性格 是非常接近的 宁静恰恰是希腊神灵性格的主要特点 这里亚里士多德曾经专门论述过 西方这个神灵的特点 就是所谓这个至善不是行动 它的存在就是至善 这有一大套 所以现代西方学者 在谈到中国文明的时候 一直有一种观点叫做中国文明西来 它实际是根据一种思想学上的脉络做的推测 因为中国佛教思想或哲学 至少占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30%还要多 就说如果我们不谈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我们就无从谈起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有相当大部分 我们要说一下文明到底是怎么发源的 这是引入一个题外的历史概念 人类从非洲走出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在中东停留 而是直接走到了当时的高加索和乌拉尔平原这一块 就是乌拉尔山这边 这一片他们在公元前七千年 意外的出走了 出走到哪呢 出走就是说他们到时又走回来了 他们走到了今天的伊朗高原 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 在伊朗高原上的这批人分两只 一只西入希腊 一只东入印度 就是我们说的亚利安人 所以说文明到底东西方互相交流是谁影响的谁 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他们在思想和脉络上肯定是一脉相承的